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9号发布报告说 自6月25号以来 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在该国造成至少173人死亡 260人受伤 报告说 东部的庞浙普省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强降雨引发的水灾在该省造成至少67人死亡 巴基斯坦全国至少有1485处房屋在洪水中被毁 牲畜损失约480头 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多条道路 因强降雨引发的洪水或山体滑坡而断行 目前巴基斯坦政府非盈利组织志愿者 正在灾区展开救援 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表示 西南部比禄之省 未来两天可能出现暴雨天气 有关部门应注意山洪和山体滑坡风险